确诊者死亡火化争议 那地方政府和殡葬业者 希望中央可以定出明确的规范 那避免争议 请问院长怎么看 对于任何生命的消失 我们都痛感不舍 相关的处理方法 我们都希望能够照规定 而如果沟通 还有需要进一步 请指挥中心和地方政府业者 多多沟通 因为目前的确诊死亡者 依照规定要在24小时内火化 那有蛮多家长都会遗憾 没有办法见到最后一面 想问说目前我们已经开放跟病毒共存 又大多是轻症无症状 然后有医师也认为这个确诊者死亡之后 不会有非莫传染的风险 是否会调整这个24小时内强制火化的规定 谢谢 第一个我们大概也跟大家报告过很多次 我记得对你先 就第一个是 第五类传染病是规定在24小时内要报告 不是24小时要处理尸体 也要报告有这样的情形 那至于在处理尸体能够火化 或者就是说也可以生埋 那火化叫做火化的一个程序 但生埋可能另外还要再来申请 所以并不是24小时内要处理尸体 是24小时要通报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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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